谢谢景元八卦掌研究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中国武术呢就内在的涵养 是哲学的讲究灵性的修养 就外在的姿态而言呢 它是一种美学 讲究艺术的美感 就实用的技巧而言呢 它又是一种的兵学 它讲究防身刺猬的能力 就身体的保养而言呢 它又是一种医学 经由身体的锻炼呢 达到健身强身之效 不知道大家刚刚看了我们景元的精彩演出 有没有这样子的体认 这项结合哲学医学美学与兵学一一的 中国传统武术 包括的丰富的内涵 博大精深 怎么样传承呢 就靠着我们民间的师傅们 一点一滴的在播种 所以我们湖湖中国舞集呢 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一般的观众呢 可以找到好的老师 知道有些什么样的门牌 演练的什么 怎么样的练 一方面呢 也让团体有一个呈现的机会 我们景元发华长这一次呢 为了这个活动呢 很早就动起来了 整个协会都动起来了 我们这个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访问一下我们的 掌握人吴国正老师 请吴国正老师上台好吗 这一次活动呢 因为实在是资源 金会都相当的有限 所以呢 我们邀的团队 那都是台北的 那我们 吴国正老师呢 在新建高中 坐着这个八卦堂的传承 可是你看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来的朋友呢 是 几乎是 大部分是从新竹来的 因为这个协会呢 是在新竹 他们非常的热情 竟然抱着这个游览车 来到台北 为我们台北的观众做演出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大家也很有这个福气 老师你好 对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八卦堂演出 八卦堂非常有名 最有名的就是他的绕圆轴转 那很多人都不了解 这个绕圆轴转到底在练什么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八卦堂的练习当中 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个 一系列的示范 从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热身法基础中的团练 然后呢再做了一个躺泥布的练习 躺泥布在稍有基础之后 我们才开始做一个鑽掌式的练习 刚才那个邱小姐问我说 鑽掌的目的在哪里 这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在那边绕圆圈呢 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目的在那边 其实这个东西啊 三言两语要讲出来也不是很容易 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里面就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其实他最主要的一个主要目的啊 鑽掌啊 八卦掌他是属于一个内加犬 在鑽掌绕圆的当中啊 他是一个内力的一个培养 你不要看他只是在那边照圆圈 你只要照个三分钟两五分钟的话 保证你满身大汗 因为他这种内气啊 是从里面而外 是练习一种内力 所以说呢 他很快能让你的那个气血的循环啊 马上达到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状态 所以练完以后三五分钟以后啊 全身就热呼呼 身上就开始冒汗 这是第一个练内力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他主要啊 他是练你一个下盘的一个功夫 你的腿弓啊 练拳就是练一个腿 你鑽掌练久的话 腿弓自然就会练得出来 另外呢 鑽掌啊 他是练你一个毅力 有时候你练拳的时候啊 只是在一个 绕圆拳一个很单调的一个运动当中啊 他是一个一个毅力的一个培养 也是一个耐力的培养 所以说呢 你练鑽掌练到一个程度了以后啊 绕圆的圈速啊 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增加 你可以从五分钟十分钟 你练到一个程度了以后啊 搞不好一练就是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练下来以后啊 全身的那个运动量啊 有里到外 全部也就练到了 这可能就是赚掌简单的几个原因 万一想要再看仔细一点的话 可以上我们网站去查询 谢谢 谢谢吴老师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八卦长的这个协会 今天带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大家想要再深入一点的话 请到新年高中跟我们的老师讨教 然后如果有朋友坐在新竹 也欢迎到新竹 跟我们的协会的这个师生师姐们 来一起这个研讨 非常谢谢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给我们八卦长这个 呃 做的好朋友们 就最热烈的掌揭 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